今天呢是12月30号2015年的倒数第二天 而这一天呢詹姆斯迎来了自己31岁的生日 而对于篮球运动员来说呢 这是一个开始被人们称作老将的年纪 但看了骑士客场同绝巾的比赛 您或许会有这样的感觉 詹姆斯没怎么变老 率队来到丹佛 詹姆斯感到很亲切 因为这里有他的老朋友迈克米勒 别看赛前和老友嬉笑寒暄 等到战斗开始后 詹姆斯就顾不上念旧了 皇帝先是用一记远头拉开了进攻的序幕 接下来他很快就亮出了杀伤性的武器 突破后的双手大力灌篮 霸气逼人 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寿星老詹姆斯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31岁了 詹姆斯会许下怎样的生日愿望呢 估计八成是跟总冠军有关 而要想戴上第三枚戒指 皇帝需要更多更给力的帮手 杰尔史密斯 湘波特等人不想搞砸带头大哥的生日夜 纷纷竭尽所能为球队的胜利添砖加瓦 队友们助兴 詹姆斯打得更带劲 比赛甚至一度演变成皇帝的花式扣篮秀 你似乎很久没有在一场比赛中看到詹姆斯有如此多的拓篮了 而皇帝似乎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向人们证明 虽然31岁了 但我并未老去 最终骑士93比87清取绝金 又一次迎来连胜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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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